各位馬鞍,香港時間是七點半左右 今天是三段晚上齊曬 第一段我會講德國的藍民政策 德國已經正式接立一位中大的議士,成為藍民 這一定要藍民,跟李東新和王台一樣的案子不同 我等一下會解釋為什麼,還有有些人我也想爭論 那些移民顧問,我覺得移民顧問是一些很糟糕的動物 我覺得舊的,我覺得有些移民顧問不要再霸王 你不如撿起來好了 這些時候還假裝王的話就很糟糕的 還有我會講一些我對德國的藍民政策 可以怎樣做的看法 好了,第二節我猜是今天最重頭戲 就是台灣在非濟使館教國慶酒會的結果被人襲擊 第三宗我會講的就是澳洲賭場集團 Crant Resorts 給澳洲政監和澳洲政府調查洗黑錢行為的那些事情 好了,三宗都排好了 今天菜單已經齊了 你再多擠這些卡通事件,我就頂不住了 沒有那麼多交易給你 先說德國這件事 德國有正式接納一位二市的藍民申請 其實他是10月14日接受他的項目 批出三年的藍民Resident Permit的簽證 根據聯邦藍民法 這個做法是一定要用聯邦藍民法的 這個案件 因為那個獲得是SAR Passport獲得 但跟黃台洋李東生的單有些不同 黃台洋李東生的單是兩個BNO獲得 獲得這個藍民資格 在聯邦藍民法的層面上是有些出述的 其實 因為德國是一般都不會提供 EU Member States的Nation Note 英國尷尬之外 他是遊走BNO灰色地帶 而作出的一個決定 所以你說他是還是不是 都可以爭取 無謂爭探 但是對特區護照的持有的人 就一定要提供藍民簽證 而且那個女兒在藍民營期間的待遇 是多悲慘 當然德國政府已經盡力了 其實 但是譬如你說在藍民營性侵 藍民營居住環境不好這些問題 那個 基本的問題在哪裡 是因為在德國來說 那個藍民的批核已經超過了 所以也是需要一個Live Bull Program 去令事情簡單一點 而且我也作為一個德國的討論家 我賺的每一元都會加稅 作為一個德國的討論家 我個人當然很誇張 我能夠交的稅用在議事身上 這個可以很穩定 但是我相信如果有Live Bull Program 可以減少聯邦移民處 移民部的負擔 而且令到這些年輕人 又懂英文 又有學歷的人 可以繼續學業 甚至成為德國勞動力的一部分 因為德國人口不夠 德國人口正在減少 其實很嚴重的 我希望其實Live Bull Program 不單止是為香港人 在我眼中Live Bull Program 亦是為德國人 甚至是為德國交水的人 因為你知道 如果你仍然有藍民資格 但是德國政府是要負擔起他衣食住行 那其實是公帑 然後聯邦民處的案件 堆積如山 那都是公帑 那都是公共資源 所以由有效運用的公共資源角度 到議事的角度 我都希望有一個Live Bull Program 但是Live Bull Program 要設計得要小心 基本上可以分兩部分 一部分是給BNO及其家人 一部分是給特區護照的 因為特區護照的部分 問題就是 中國政府會派一些人乘機滲入德國 這是對歐洲的安全 是一個很大的威脅 你也知道中國政府是很糟糕的 我這樣看 我分兩個層面去看 BNO BNO及其家屬 BNO及其家屬 就算BNO及其家屬面 有一部分 英國是不能夠完全 EU的 原因是因為 直佈羅托 直佈羅托 沒有可能 BNO及其家屬面 會死定 會死定 直佈羅托太小 已經死定 死定 北愛的英國公民 是要保持BNO及其家屬面 是因為 Groop Fighter Agreement 首先 愛爾蘭和英國 北愛是沒有邊境的 北愛是不可以有任何 physical border 不過有任何physical border 等於邀請愛爾蘭共和軍 炸英國的 我就覺得 不是很冷的事情 但是 最重要的是 Groop Fighter Agreement的精神就是 所以 縱使你是英國公民 你都可以 取得 Irish citizens 所有的 負責 應該是有 確立 確立 你不能 說 愛爾仁公民可以享受 EU Member States 的代議 而不讓不愛那些 死定 這個Good Friday Agreement 會爆肌的 這個不行 所以 我對BNO的看法就是 可能 EU 和英國 就 這個部分 英籍人士 保留 Feeddown of Movement的權利 那裏達成一個 決定 當然 BNO 也好 北愛的BC也好 直播頭的BOTC也好 他們在歐洲 仍然要申請 Resident Permit 但是那個方法 就會等同瑞士公民 即是英國 和EU 就這些人之間的 資料仍然要作出交換 他們可以 只要 簡單地符合一定的條件 就可以申請 Resident Permit 例如 他們買了保險 他們做了相應的戶籍登記 這樣就可以批出一張 Resident Permit 以及付出少量 發出Resident Permit的費用 一定是要付出 Biometric的 Resident Permit 他們的BRP 發出BRP的費用 大概是20歐到50歐 我覺得 很合理 很 reasonable 跟著 如果是這樣的話 他們的子女 就可以 officially 用EA Family Permit 留在歐洲 這是一個最好的方法 我覺得 歐洲國家政府 亦都不介意 在這個層面 保留資料 因為反正 你的 Infrastructure 放在那裡 護照也放在那裡 什麼都在那裡 是相對英國 肯不肯和歐洲談 英國其實我知道 我願意和歐洲談 這個安排 其實北歐都有 BNO 居歐群的人說 因為周圍問警事館 就沒有了 第一,我最反對 那些人問警事館 我沒有問過警事館 當然齊亞哥很討厭 我也是講的 齊亞哥是 他講的 是誹謗 很多人還說 陶傑寵欧書的文章 那你現在 你覺得陶傑是什麼人呢 我覺得有些事情 就是公道自在人心的 這個世界 仍然有人在執行 EU Rights 在這個 即是BNO EU Rights 在歐洲 仍然有 不斷有 但是 我想這個方法 是一個最能夠 如果公司去做 就不用各個 Member State 各自決定 是最好的 這個 這樣就變成 歐盟27個 Member State 能夠一起行動 這個也讓負擔 很多人不一定 每個人都想住在德國 也沒有理由 要德國吃掉所有的 而是 縱使我是一個 從香港的人 我都 我覺得 沒有的 又要德國全靠 這是不公平的 而且 這個 放在這裡 為什麼要德國全靠 因為 這個不適合 當然 英國已經接近了部分 BNO 但是 我覺得 歐盟27個 是可以共同承擔這件事 而且 因為他們是EU Family Permit 就可以即時 他們變成一些生產 而且英國有他們的底 這個也很重要 英國有他們的 資訊 審查程序時 可以簡單控制 中共也沒有可能 找人扮BNO 因為你扮BNO 一定過不了英國的關 除非英國有間諜 改了 Home Office 的電話系統 我真的不能搞 這件事 當然我都期望 香港 這個禮拜的錯案 是 給大家一些好消息 給大家 第二次 這個BNO是第一件 好了 然後是特區護照 特區護照 這個是最大的 問題是 特區護照 有一個麻煩 是 中國政府是不斷在特區護照 簽法程序上 揽法 這個特區護照 有很多中國人 扮香港人 我都特區護照到處走 你看孟晚舟就知道 孟晚舟的真是惡劣例子之有 那你問我怎麼看 特區護照的問題 特區護照 這個難民 我覺得難民也不是一個好方法 因為我覺得其實 要在那個 扮出那裡 年輕人針對30歲以下 香港出生的 可以優先給他們 這個 發出 而仍然在香港的大學院校讀書 或者仍然在香港工作 這個優先 他們可以獲得批 一個很簡易的簽證 進入歐洲 可以這樣做 接著再批出 Restinal Permit 或者 用現時日本公民 針對日本公民 或者韓國公民 在歐洲的做法 日本公民和韓國公民進入 美國公民 是可以 不需要申請 在德國工作 他們可以先找到 然後再拿 Restinal Permit 即是他們進來的時候 是寫近的人 如果他們留在那裡 就一定要找到一份工 可以用這個方法 即是日本、德國和 美國公民 在德國 這個方法 暫時讓他們可以 只要你拿到工 或者有大學修理 我們就可以 except 他們進來 接著 再進行政治審查 因為有些 有些 因為我相信 有一種人 是要禁止的 這次計劃 就是雙非 如果他 申請的時候 我想這方面 我們也要協助 特國政府 或者歐洲的政府 去分析哪些人 他出生的時候 父母並非香港永久居民 如果父母不是香港永久居民那些 是需要更加的審查 才可以批出 Restinal Permit 這個是我的主張 如果你是 一般香港出生 父母正常香港出生的人 其實他出生子已經寫明 因為相非他們出生子的父母 已經沒有相關的 香港身份證無碼 還有他們香港身份證 要求提交父母 都香港身份證 影印本身份證 其實相非已經穿崩 相非即時穿崩 你沒有香港身份證 你們這些人 相非來香港崩崩 你沒有香港身份證 那些人需要額外審查 接著如果他們那個 香港居民身份的來源 是有懷疑的 可能需要送他們去難民營審查 是要保留這個權利 我覺得要 但是對大部分香港年輕人 正常的那些 就可以用一個簡易程序 應該可以拿到Restinal Permit 應該可以留在這裡 當然難民那裡要批准 要鑑別 我知道德國或者其他歐洲國家 是國家政府的難道的 因為你要有好 你的難民處不是做這些事 就是中東難民 德國有一群現成的人可以做 因為有一群歸化了 德國籍的土耳其人在這裡 他們那些話是通的 特訣語是通的 你說聚也那些 有現成的大量的翻譯人員 合資格的翻譯人員 但他們可以 法院 確註冊的翻譯人員在這裡 去進行這些工作 審查工作 相反 你懂廣東話 可能你現在都沒有一個框架 去建立廣東話的事 現在的小都是華語 華語市那群合格的 你敢不敢找他做法 翻譯也成問題 因為那一群很大機會是中國間諜 你也知道中國人無處不在 我對中國人的押牆也很硬 你如果做中國間諜是要說出去 我不歐治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大家要引讓 德國政府願意這麼快 已經批出第一個難民簽證 我覺得是很好的 其實 這個我也順便要 批評那些 東德肥婆那些人 我想問 你說這番話的事有沒有負責任 特別有一部分是住在德國的 我真的覺得很飽 其實我知道德國政府一直都在 亞民族問題上做事 我一直都知道 當然我不會說 OK 我明知道有些事情發生著 我當然不會說 我說來 我說來 我說是神經病的 這件事 對不對 問題就是 有些人每天都在說東德肥婆 東德肥婆那些 喂 德國人 很忍得的 如果德國人很重要的時候 他可以不出聲 OK 德國人是很大國為眾的一個民族 所以他知道 所以他吃了很多死貓 都沒有問 No No OK 德國人也很直的 都很忍得 這些人很率直的 揮評 你想想 柏林市政府的防疫廣告 就經常說 阿婆舉終止 這些這麼直接的 政府廣告出現終止 就真的得過特產 我告訴你 隨時是柏林特產 柏林人才這麼直的話 柏林的廣告 一向都很率直的 柏林市中心 你覺得自己 你自己好像 自身於一個 粗口世界的香港 如果日後香港光復之後 我不介意香港的廣告 政府廣告出現 粗而為譽 我不介意 這個 工作就可以了 北京也是這樣 我覺得香港也可以這樣 但是 你的批評不公道 這班人 你這班人 這班人 特別是熱狗 這班熱狗 肯出來道歉嗎 熱狗的發言 他們 證明了 道德氣 喇喇喇喇 說話 亂說話 之後 可以走了 不用負責 不用認數 真的可以 我覺得 我就不太能忍得到 我就是方丈 這方面 再有熱狗 連登仔說 什麼東得肥婆 那些 那些 全部叫他們拿著 那些 議事 亞民資格 那些報道 印出來 叫他們吃掉 我都沒見過 那麼糟糕 熱狗 這班人 所以我 譬如有幾個連登 有沒有什麼中共座上客 武漢肺炎 那些 那幾個人是甚麼 其實 中共座上客 他說自己是EA4學生 我不相信 這一定是劉政 我是很想連來公佈這些 仆街的身份 你拿著連登戶口 在這裡亂說廿世 連登是不接受外國ISP登記 這是大家都知道的 那些人可以說到 那些人可以說到 說到 我有幾個婚姓 PR帳戶 但是我皇席就不得一個人 我沒有PR帳戶 這些人 我覺得 焦土 熱狗 那些 當然是香港敗他 這些人 我覺得他們不會道歉 但是他們再說甚麼東德肥婆 就叫他們吃了這個報道 這是第一 第二 就是移民顧問 其實當德國政府 批出第三單亞民申請的時候 再加上加拿大 批出convention of refugees 其實西方國家的情報部門 以至政府是很清楚香港的情況 是很危險的 你還說今天 蘋果有一個紫飛魚的報道 還在說甚麼 BNO visa 沒有黃金簽證是好的 我想問你們這些人 有握夠錢沒有 這些人的移民顧問 現在是走的 是濫民 我九點鐘 那節說台灣那個 就是開戰先聲 這些人為了自己賺錢 不顧手足 或者香港人的身世 這些混蛋 夠沒有 我不想知道 我不想猜到 那個紫飛魚 那個人就是 那個別的以往 我不希望這件事發生 但是我覺得 香港的移民顧問 全部都是混蛋 我就更加可以肯定 我今天看完那報道之後 再加上德國這個新聞 我就更加肯定 這班全部都是人渣 放他 BNO平權 現在變成密的 在我眼中 其中的原因就是 但是就算平權也好 也不知道 夠不夠時間 那些人離開 OK 接著你已經有議事 有第一宗 藍民申請 我相信第二三宗 都應該跟著你 可能有更多議事 需要過來德國 怎麼過來德國 我覺得這個真是 但是完全 你都要英國協助 因為你沒有 直接 直接面對地區 甚至 會不會香港政府 仆街 就是阻礙德國 和香港之間 那些航機的飛行 我都不知道 香港政府做得出 林鄭月娥有什麼 做不出的 這條是有底線的 鄭硬紅 鄭偉榮 這些人是人嗎 這些不是人 這些是齋的 據問 去到這個時候 那些移民顧問 仍然還在賺錢 賺錢 賺錢 夠了沒有 他們是不是人 他們是人 還是齋 告訴我 所以我對移民顧問 你現在明白 為什麼我北歐都很討厭 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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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明白 這些人是阻礙手足離開的 我想 其實對 現在的情況 就是BNO要盡早平權 都好 你知道很多香港人都還猛成成 覺得不需要走 唉 還要找多錢 第一 有沒有錢 我不知道 第二就是 隨時開戰的事情 什麼都不用走 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歧史 不是一個愉快的經驗 你看到香港 當時猶太人走爛的情況 你看到香港 美外的情況 你覺得這件事 真的好玩 駭通星星 所以我今天第一節 應該是九點三 大家知道星期一的規矩 接著 張寶華 那裏 又是說 Breakfield Road 我今早就說完 其實那本小說就是西方噴之組 差不多 就是所有科幻 反歐托邦的小說之組 其實都可以反給Fill the World 就是這樣 今天第一節說到這裏 第二節 會在香港時間晚上九點三 就說台灣非製使館那件事